公元二百年 袁绍亲率大军南下 曹操袁绍两大军事集团 最终在关渡交火了 这是一场关乎中原大地归属权的决战 袁绍的力量远远超过了曹操 但看似弱小的曹操却选择了应战 战争的胜负 主要是要看有形的物质力量 但是无形的力量也不能忽视 能起到很大作用 什么呢 就是他自己在度量上胜过袁绍 在谋略上胜过袁绍 在军事上也胜过袁绍 袁绍用人老怀疑 曹操用人不疑 袁绍好谋无绝 曹操能够断大事 袁绍用兵不懂兵样 曹操用兵如神 除了这些 还有很多方面都胜过袁绍 在这场战争进行到最关键的时刻 曹操亲自率领一支清骑兵 切断了袁绍的粮道 烧毁了援军的粮草 借助于援军军心不稳时机 对袁绍主力军发起了致命的攻击 曹操军攻占一城 取得冀州千州 又用三年时间 占领污并二州 平定三郡污环 曹操的力量一时间达到了高峰 统一北方 他的雄心远不止此 建制南方的曹操 接下来将迎来他的真正对手 刘备和孙权